大家好,我是東橋的鮑勃 在東京自由行的時候總會想要安排一個不在市中心的行程轉化一下心情 但要不想花太多交通時間浪費整天 前年鮑勃還推薦幾個東京二三區以外適合半日遊的景點 另外也幫大家挑選幾個可以結合這些半日遊序的景點喔 國營昭和紀念公園 出發時間 早上 共消費時間 五小時 國營昭和紀念公園位於東京都的立川市 距離新宿大概30分鐘的車程 這個公園是為了紀念昭和天王在位50年所建造的公園 園區占地180公頃 大概有6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大小 一進到公園就可以看到廣闊的西式庭園風的廣場 公園內也有戰後東京周邊所建造的庭園中最大規模的日本庭園 花田 大草皮 烏波 走在的話也有很多小攤販可以用點心 如果腿力不太好的話可以花520日比搭乘園內的小火車運動 結束國營昭和紀念公園我們建議搭乘中央線20分鐘前往吉祥寺 這裡是一個很棒的逛街天堂 當然喜歡自然的話也可以逛到吉祥寺公園 晚餐的話來吃東橋最喜歡的咖哩 羅基烏拉克里三不來後 到Plast & Moto 河北日本酒結束一天 穿越 出發時間 早上 共消費時間 6小時 穿越距離池袋只需要30分鐘的車程 是東京近郊遊的知名景點 在香菇時代 這裡是繁榮發展的穿越繁城下庭 所以有小江戶之稱 室內城基 神社 寺院 古蹟 歷史建屋眾多 在2011年被國家指定為歷史都市 我們建議大家用步行的方式有穿越 首先一路從車站沿著Creamble往下走 會經過熊眼神社 經過大正浪漫通厚到藏造老街 經過120年歷史的中樓後 可以到穿越冰川神社求個姻緣 穿越一路上雖然不乏美味的小吃 但想做得好好吃中餐的話 我們推薦麵包百明店的 Venitoi Bagel藏造粉店 或是烏龍百明店手打五棟長谷棗 想喝杯咖啡的話 可以到Kawagoe Art Café Elevato 或Starbucks 穿越離池袋坐車不用轉車 就只需要30分鐘 當然也很適合當搬著油結束的好地點 車站附近有很多百貨公司跟電機行 讓你逛到手軟 可以到Sunshine City的Sky Circus看個夜景 晚餐的話可以試試看平價超高的 Number 18以及East Village Burger 或是池袋平家美食火星咖哩 東京江戶建物園 出發時間 早上 共消費時間 5小時 東京江戶建物園位於離清蘇布森園的小金井市 這裡於1993年開園 園內不僅有各地搬遷過來的歷史建築以及文物 比方說江戶時代後期的基野家 或是20屆日本內閣終於大臣高橋士卿的宅邸 同時也在線的古石江戶街景 作為保護和傳承古江戶文化 大家可以選擇在西中擁有110年歷史的 Della Lande宅邸中餐 從東京江戶建物園搭巴士以及中央線到新宿大約40分鐘左右 新宿有多好逛就不需要再多做介紹囉 這裡十幾家百貨公司可以讓你從下午逛到晚上 晚餐我們就吃東橋之外的壽喜燒 銀衣吹 可以到東京獨廳看看免費夜景 或是花點前到軍藥飯店的New York Bar 享受爵士樂、雞尾酒以及夜景 多摩南大澤三井Outlet 出發時間 早上 共消費時間 5小時 多摩南大澤三井Outlet 雖然店鋪總數並不是最多的 只有110間 但其便利性絕對可以成為半日遊的絕佳去處 離新宿坐車只達約35分鐘 而且有蓋在車站旁邊 所以不會浪費太多時間在交通上 這裡的建築設計為南法普的望斯風格 然後由於是上下兩層樓 戰地並不是很大 走起來不會很累 品牌的部分有Beams Ships Nano Universe 等等的日式品牌以外 也有Nike North Face 或是Coach等等的國際知名品牌 喜歡購物的人應該會喜歡這次的半日遊 結束Outlet的行程之後 我們坐車35分鐘可以到達古著天堂夏北澤 雖然找不到官方統計 但鮑勃從各個網站加總一下 發現在這個面積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地方 應該有超過50家以上的古著店 絕對讓你跟白天逛Outlet一樣開心 晚餐的話可以吃吃看夏北澤知名的咖哩店 咖哩食堂新 三日月咖哩 或是自稱湯咖哩食堂的Magic Spice 橫冰 出發時間 下午 共消費時間 5小時 橫冰是一個兩天一夜遊 一日遊 或是半日遊都很適合的地方 如果選擇半日遊行程的話 我們建議下午到晚上的橫冰半日遊 那白天的時間我們可以從黛默公園悠閒的散散步 一路往社谷的方向走 到社谷的時候可以先逛逛街 大概下午1點的時候我們可以到 Hikariye百貨的D47食堂吃吃看日本47個道都府縣特產所製的定食堂中餐 吃飽飯之後我們就可以出發到橫冰 到達橫冰大概是下午3點左右 我們在馬車道下車後可以參觀橫冰開港150年所保存下來的古蹟 接下來往歐桑巴西的方向走 可以看港未來的美麗景色 接下來我們往港未來的方向走可以經過紅磚倉庫晃晃 可以選擇在那裡的美食街用餐 或是周遭的勝利安的炸豬排飯 西班牙料理Casadi Fuji Mori 或是荒景屋的壽喜燒 櫻木甜的百米店咖哩Kikuya Curry也不賴 吃完晚餐我們往港未來的方向走 可以邊走邊看美麗的橫冰夜景 我們也推薦到Landmark Tower 從高處看看橫冰的百萬夜景 以上就是這次五個東京二十三區外可以半日遊的行程啦 那以後有機會我再來介紹一日遊的行程 我是鮑伯 下次見 掰掰